这已经不是纳粹的国旗了,是德国的联邦的国旗 这门没人锁呢,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让不让进 但是进去也没什么可看的 这里面门我估计还是锁着的 我就直接给这儿透过来造一下,得了 其实也没啥 你看啊,纳粹的这个色列挺有意思 我简直说一下,你看这个窗户吗 这个特别长,而上面这个特别小 这个用意就在于让你体会到这个楼的高大和自己的渺小 体现出来国家社会主义的力量 因为所谓的纳粹党的缘,全面不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共云党吗 他要把楼盖成这样之后,让你感觉肃然起敬 就看到那个楼你就慌了,就渺小 这个窗户我感觉也就是跟我差不多高 那一个小窗户 上面那个可能还小点 哎呀,我已经在热气球的脚下了 热呀热气球啊,太阳有点儿黑啊 今天那个太阳下山了,这个就不是很亮了 三星的标志哦 我这边这个方向就是那个著名的那个美苏的那个上台 这个门也没锁,进来看一下 我想给自己自拍一个,但是在哪自拍呢 我就这么自拍一下,站在这 嗯 嗯 嗯